近日,因为地设计者的不尊重人,引起艾德粉丝的不满 具体来说,是地设计者在等艾德的上班路上,一直发牢骚 不耐烦地说艾德怎么还不来 如果是艾德的话,谁关心,不要逗我,快点,我要收工 当艾德们走了之后,却又嫌他们吵 视频被曝光之后,网友都开始批评记者的素质 表示地设计者的良心去哪里了 看了完整的直播视频,不知道孩子们发出了什么声音 明明是靠拍艺人赚钱,却还不懂得尊重艺人 各有网友表示,感觉从岁正开始,艾德就已经被针对了 韩国就是看资本,艾德是少数认真做音乐,而且拿到好成绩的 有大批大批的人挣不到这份钱,所以必须把玩打下去 而且除了四大和被靠财阀的公司,地设向来不给好脸色看 事件发酵之后,不少粉丝的谴责,让地设最后也给艾德道歉了 而且还上了趋势,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尊重别人吧 艾德方面,根据Billboard4月2日当中的最新排行榜公新 Tunboy在全球200排行榜上,排名第58位 而且在美国排行榜上,排名第34位 这两项记录均成为艾德出道以来的最高排行榜歌曲 Tunboy也成为该组合第一手进入Billboard全球200强榜单的猪大哥 让我们再次恭喜艾德吧 艾德还蛇,美丽姐说最下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330 感谢观看